大家好 我是咨询师莉迪亚 出生 成长 结婚 生子 好像是大多数人的人生顺序 但是上帝常常哀开玩笑 打乱了一切的安排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 终于得到了男友的求婚 两个人沉浸在幸福的氛围里 对他们来说 一个理想家庭的样子 就是要有小孩 为此他们还去做了健康检查 但在看报告时 一切都变了样 他发现他自己得了乳癌 治疗的过程可能造成卵巢 卵子受到伤害 之后还有可能面临不孕的痛苦 癌症的发生率年年上升 得到癌症的年龄却年年下降 尤其是面临生育年龄的女性 即便治愈 却还是要面临无法生育的难题 他不断的上网找寻资料 希望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一入眼前的资讯让他眼花缭乱 花着一篇又一篇的报道 他越来越失望 最后的目光停留在宋子鸟的官网文章上 顿时他眼睛亮了起来 仿佛找到了一丝希望 事不宜辞 我们就请宋子鸟的徐亚军医师 来为大家解惑吧 嗨 徐医师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徐医师 徐医师 我的朋友处境真的很艰难 快点帮帮他吧 癌症治疗真的会影响后续的生育能力吗 如果说癌症切除的部位 是包含比如说卵巢 子宫或是睾丸的部分的话 那未来就只能走戒卵 戒精 或者甚至是代孕的路 而且在很多癌症的治疗过程中 会需要用到一些化疗的药物 它是对性腺有一些毒性的药物 那对女性来说的话 这样就会影响到 她后续的卵巢的功能 甚至会造成卵巢早期衰竭 也会进而影响到 她后续的生育能力 在美国的统计上面来说 他们有去调查乳癌的一些患者 他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不知道这些后续的治疗 会影响她生育的能力 生育的保存 这个观念 这个概念 其实对于离癌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不管未来有没有要生小孩 都是希望被充分告知以后 在自己知道的情况之下 来决定是不是要预先保存生育能力 那离癌后 想生小孩的人 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动软或动筋 很多离癌的患者 例如女性的患者 她在离癌之前 通常都还没有共组家庭 但在面临生命存活的关键 使用这些 性腺有毒性的化疗药物 变成必要之二 现今的就是医疗发展非常的好 癌症不再是一个不治之症 例如乳癌 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 其实五年的存活率 大概都有百分之九十 离癌之后 生育能力的评估 以及生育能力的保存 已经变成现今癌症治疗的一部分 但我朋友月经还没来耶 他下个月就要去做化疗了 毕竟癌症治疗不能拖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的最佳动软的时机 其实是手术前 或者是化疗前的一个空档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 其实生育的能力就有时候会受到伤害蛮多 尤其有些在乳癌病人 他会做一些荷尔蒙的疗法 有时候三到五年之后 那个伤害就是更是不可言喻这样子 宋子鸟提供了一个随时入疗的疗程 那我们叫做Random Star 就是利用月经的周期 有两到三波的卵子的特性 然后所以你随时月经还没来 或是月经已经来了 不管什么样的时间 你都可以 原来如此 Random Star实在是太方便了 然后等一下立马打电话 跟他说这个好消息 医师如果很不幸的 卵巢功能指标 AMH数值很低 那不就多要花很多个月 才能收集到足够的卵子科数吗 可是朋友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 对于这种 卵巢早摔 或者是说高龄卵少的病人来说 宋子鸟其实也有提供一些独特的疗程 可以缩短就是收集卵子的时间 纵使癌症已经迫在眉睫 生育保留也可以在 三个星期之内完成 是什么方法 卵子可以自己长出来吗 当然不是啊 卵子怎么可能无中生有呢 通常我们在第一次取卵的当天 我们可以透过超音波看一些 卵巢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小于一公分的卵子 如果有我们会把它保存在卵子里面 然后继续使用一些增剂 让这些卵子可以继续长大 通常在第一次取卵之后的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做第二次的取卵 这就是我们宋子鸟最大的特色 二次取卵 你可以在同一个月经周期 做两次的取卵 收集到更多的卵子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同一个月取两次卵 可以加快收集卵子的速度 而且二次取卵只收取耗材费用 可谓省金钱又省时间 哇 宋子鸟真的是太贴心了 原本冷冻卵子的疗程 就只需要两到三个礼拜 现在同一个周期 还可以取两次卵 那对于有时间压力的来说 真的是一大幅以内 大医师我还是有点担心 说吧 我担心 冻卵不是要用排卵针跟药物吗 这些都属于荷尔蒙 可是乳癌跟妇科相关的癌症 都属于磁激素敏感的癌症 那吃药打针 让体内的磁激素浓度上升 会不会让乳癌的严重性提高呢 一般的癌症如果和一些荷尔蒙 没有相关的话 那排卵针剂对它来讲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像乳癌或是一些 妇产科相关的癌症 它跟一些女性荷尔蒙 或是雌激素相关的话 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但是过去对乳癌的研究来讲 如果你用方向环莓抑制剂为基础的 一些卵巢刺激疗程的话 它可以在疗程中间控制 子激素近乎生理的浓度 因此对癌症也不会加重它的情况 2017年也有报导指出 对于第二第三期乳癌的患者 我们用Random Star来疗程的话 其实也不会延误它做一些 前导性的化学治疗 但不管如何 我们利用的排卵针或是药物 影响的荷尔蒙都是在当个月经周期会发生 之后如果月经再来的时候 其实你身体的荷尔蒙浓度都会 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态 因此影响的时间也是非常短暂 但还是建议大家在动卵之前 应该要跟肿瘤科的组织医师 一起讨论过一个可行的方案 那医师医师我还有问题 问吧 就是刚刚提到的随机进入疗程的取卵方式 会不会影响后续卵子的品质呢 会不会取出来卵子比较少 毕竟一次取卵也是一大笔花费 这样CP值会不会不高啊 根据先前研究的统计 其实Random Star随机疗程 它的手软率 受精率 好的囊胚率 以及好的胚胎 其实跟一般的疗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因此随机疗程对于癌症的患者 以及时间宝贵的客户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重点是动物鸟提供癌症患者特殊的专案 可以减轻癌症患者经济上面的负担 这样听起来动物鸵 既不会拖延到后续的癌症治疗 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那当然要动软跟动筋 先保存生日能力啊 那医师医师我又还有问题 好了好了 不要担心那么多 要先跨出第一步 请他先来出诊 我们为他设计一个最好的疗程 好吧 送子鸟APP也很方便 直接下载以后就可以预约过 好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透过LINE跟我们联系哦 现今癌症年轻化的比例越来越高 随着医疗的进步 其实治愈率也相对的变高很多 因此我们在治疗癌症的同时 其实应该要 思考到未来 生育率的保存 其实癌症治疗 或许只是生命中的一时而已 当你治疗完成之后 其实你应该思考到 未来很长的一段路 预存保留生育率 动软动筋 做一个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费用和流程的相关资讯 可以帮我参考 左上方的资讯卡 还有官网上面的 癌症动软专区 相关的资讯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最后最后 不要忘记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